茶水人生,从苦涩到甘甜的生命之旅 人生,如同一杯茶,充满了各种滋味与体验 茶,如同生命的化身,经历了火的洗礼,才能散发出香气 生活,也需要经历种种苦涩,才能品味到甘甜的滋味 水,是生命之源,它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让茶有苦变甘甜 在这茶水交融的生命中,我们发现,不经苦,何来甘甜 一念苦,一念甜,转个念就是希望 第一章,茶的苦涩,生命的考验 生命如同茶的成长过程,需要风霜雨雪的洗礼,方能茁壮成熟 茶,从幼苗冒出嫩芽,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茁壮成为茶树,解除香气浓郁的茶叶 同样的,人生亦需要历练与考验,方能让内心茁壮,拥有生命的深度与厚度 生活中的考验犹如茶的苦涩,是一种必经之路 正如茶树在环境的考验下,才能茁壮成长 人生的挑战也是锻炼人心的过程 秘境中的苦涩,如同茶叶在烘焙的过程中,散发出独特的香气,让茶更加深邃 生活的磨难,虽然带来痛苦,却也磨练了坚韧的品质,让我们能够从苦难中获得成长 茶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人生的考验也需要坚持和智慧 茶叶在制作过程中会经历风吹雨打,但证实这些考验让茶叶更有品质 人生亦然,面对风霜雨雪的考验,我们需要学会坚持,保持内心的平静 就如同茶在水中沉淀出清香,我们在生命的洗礼中,也能沉淀出内心的坚韧和淡定 茶的苦涩,是一种转化的过程,是从嫩涯到成熟的必经之路 人生的苦涩,同样是一种转化的过程,也是我们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苦涩中蕴含着生命的深度,是磨练心灵的良方 正是因为茶的苦涩,才能品味到茶香的芬芳 正是因为生命的考验,才能感受到坚韧的力量 面对生命中的苦涩,我们可以学习茶的智慧 茶叶在废水中舒展开它的风采 人生在考验中也能展现内在的力量 从茶中,我们学会了耐心 从生命的考验中,我们学会了坚韧 茶的苦涩,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深层风味的开端 生命的考验,也不是绝望,而是通往内心强大的起点 茶的苦涩与生命的考验相似,是必经之路 透过这些考验,我们能够让自己茁壮成熟 拥有内心的坚韧和深度 让我们学习茶的智慧,从苦涩中获取力量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韧 如同一片沉淀出清香的茶叶 散发着生命的深邃和丰富 一点一茶苗的萌芽,生命的起点 生命,宛如一场奇妙的冒险 而它的起点往往是充满了希望与可能 当我们细细品味茶苗的萌芽时 彭佛能在那一丝丝的嫩绿中感受到生命的脉动 正如我们在生命中总能找到那些微小而美好的瞬间 让我们克服困难,茁壮成长 茶苗的萌芽是自然界的奇迹 一个生命的机会 在这个微小的种子中 蕴藏着生命的力量 等待在适当的时机 适当的条件下展现自己 这正如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命的起点都拥有着无穷的潜能 等待着被发掘,被启动 茶苗冒出地面的瞬间 是生命的奋起点 嫩绿的嫩芽 如同希望的使者 冉冉升起 悄悄地开始了一场美丽的旅程 这就像我们面对人生的起步 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茶苗的萌芽是对生命的肯定 是对生存的渴望 也是对未知可能的探索 在茶苗的成长过程中 它经历了风雨 阳光 寒冷 但它总是能够坚韧地生长 正如我们在人生中 经历各种考验和挑战 但是只要拥有茶苗一样的 顽强与坚持 我们也能茁壮成长 茂盛而美好 茶苗的叶片 在阳光的照耀下渐渐展开 展现出独特的芳香和风采 这就像我们在生命的舞台上 逐渐展现自己的特质和价值 每一片茶叶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如同每个人 都有着独特的生命故事和价值观 茶苗的萌芽 教导我们生命的真谛 在困境中找到希望 在压力下迎接挑战 它告诉我们 生命的起点不是终点 而是充满契机和可能性的开始 就像茶苗的萌芽一样 让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 保持着对未来的信心 无论遇到什么风雨 都能保持着内心的清新与茁壮 茶苗的萌芽是一场生命的奇迹 它向争助希望 坚持和成长 让我们学习从茶苗中汲取智慧 将这份生命的力量 注入自己的成长旅程中 让生命在每个起点 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之美 1.2风霜雨雪的洗礼 茶的成长历程 茶是一种象征沉淀与雅致的饮品 而它的成长历程就如同人生一般 充满风霜雨雪的洗礼 这些精力虽然艰辛 却是茶叶走向香浓与深厚的必经之路 在茶的世界里 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自然的恩赐 但这份恩赐并非一帆风顺 茶树需要承受风吹雨打 精力四季更迭 才能茁壮成长 这正如人生的种种挑战 风霜雨雪的洗礼 让茶叶在逆境中磨练 凝聚着更深层次的滋味 风 是茶的粮食亦有 风吹拂着茶树的嫩叶 让它们能自由摇曳 感受生命的自由与蔓延 这风的力量 也如同生活中的挑战 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会适应 迎接未知的未来 正是这样的风 让茶叶散发出清新的香气 充满生命力 霜 是茶的智者启示 当霜降临时 茶叶需要精力寒冷的考验 这让它们的内涵更加丰富 生活中的困境与逆境 就如同霜的洗礼一样 让我们在困难中茁壮成长 拥有更深刻的思考与智慧 茶锐的滋味 正是这样的智慧与深度所赋予 雨 是茶的滋润滋味 雨水的灌溉 让茶树能够茁壮成长 茶叶因而丰满而多汁 生命中的艰辛 就如同雨水一样 让我们在挫折中茁壮 拥有更丰富的内涵 茶汤的滋味 正是这样的滋润与滋味 所营造而成 雪 是茶的纯净之美 雪花的飘落 让茶树沐浴在洁白的世界中 这份纯净 让茶叶散发出淡雅的香气 生命中的纯净 正如同雪的降临 让我们在纷扰中 保持内心的宁静 拥有清澈透明的心灵 茶的味道 正是这样的纯净之美 所赋予 经历风霜雨雪的洗礼 茶叶才能成就香浓的风华 而生活中的困境与逆境 也是我们成长的宝贵机会 就如同茶在逆境中茁壮成长 我们在风霜雨雪的洗礼中 将迎来更加深厚 香浓的人生滋味 1.3茶香四溢的瞬间 生命的光辉时刻 茶香四溢的瞬间 彭扶是一场生命的盛宴 让人在那一刻感受到 无穷的愉悦与宁静 这古代雅的香气 彭扶是生活中的一丝暖流 穿越心灵的每个角落 让人沉浸其中 忘却一切的烦销 就如同淒茶的过程 需要细心的心态和耐心的等待 生命中的光辉时刻 也往往需要经历一番审电和等待 当茶叶在热水中舒展开它的风采 悠然自得地释放香气 我们也在生活的艰辛岁月中 逐渐找到那些独一无二的光辉时刻 这些时刻或许是一份工作的突破 一个人生的转折 或是一段深刻的人际关系 就像茶香在空气中弥漫 那些让我们感到骄傲和满足的瞬间 也在我们的记忆中萦绕不散 这是一种生命的光辉 犹如茶香四溢 令人陶醉 这些光辉时刻 彭扶是生活中的珍珠 散落在平凡的日子里 当我们经历着种种起伏 努力奋斗的同时 那一刻的来临就像是茶水沸腾 散发着迷人的热度 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彭扶是一杯上等的茶 喝下去令人心旷神医 而这种光辉并非一成不变 它是生命中的一个瞬间 串联成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正如茶香总是伴随着茶叶的展开 而逐渐浓烈 生命中的光辉时刻 也需要经历岁月的洗礼和淬炼 让它们变得更加深沉和有味道 在这茶香四溢的瞬间 我们应该要学会珍惜 好好品味生命中的每一滴香气 无论是在工作上的成功 或是在人际关系的升华 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像漆茶的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 生活中的光辉时刻 也需要我们用心感受和体会 茶香四溢的瞬间 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让我们在这香气中 寻找到自己的光辉时刻 让生命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就像那杯浓香的茶一样 让每一口都充满着满足与愉悦 第二章 水的魔法 生命的转变 在生命的长河中 水如同一位神器的魔法师 默默地赋予一切生灵生机 而当这股神器的力量融入茶中时 茶的味道就像是一场奇幻的冒险 由苦涩转变为甘甜 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口感的愉悦 更是生命中的深刻转变 水 是茶中的灵魂 也是生命中的不可或缺之物 就像生命一样 水有着流动不息的特性 它在河流中穿梭 化身为雨露 灌溉万物 而在茶叶的冥想时光中 水的魔法展现出它奇妙的力量 茶叶经由水的灌溉 苦涩的滋味渐次转变 化为令人心旷神意的甘美滋味 这样的转变 彭扶是生命中种种困境所经历的洗礼 总有一天会迎来转机 生命中的转变 就像茶的制作过程 需要经历火的洗礼 风的摧残 耳水 则是赋予生命最终甘甜滋味的元素 正如我们在人生旅途中经历风霜后 心灵也将变得更加澄澈 散发着深刻的智慧 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可及 而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需要经历的岁月洗炼 方能达到内外皆美的境地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往往需要一份力量 一份希望 来助我们度过困难 这正如水在茶叶中展现的魔法 总是在苦涩之后 带来甘美 希望是生命中的水 它润走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进的勇气 当我们面临挫折时 就像茶叶经过水的滋润 我们也能够重新焕发生机 蜕变成更坚强的自己 生命的转变犹如茶的冥想时光 需要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冷静 等待希望的力量悄悄浮现 就像河流终将汇聚成湖泊 生命中的困境 终将转化为成长的机会 水的魔法 生命的转变 让我们学会在挫折中寻找转机 在苦涩中品味甘甜 2.1冲泡的艺术 生命的调味师 在茶的世界里 水的冲泡被视为一种艺术 一种能展现茶叶风华的过程 然而 在生命的延伸中 我们也能够找到类似的艺术 那就是生命的调味师 透过种种精力的冲泡 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如同一杯香浓的茶 充满深层的内涵 就像茶叶需要精力水的温柔冲泡 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经历 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精力 这些挑战就像是生命的温泉 虽然精力时会感到火烂难忍 但正是这样的冲刷 让我们的内在得以升华 每一次挫折 每一次困境 都是生命中的一场冲泡 为我们的内心注入了更多的滋味 生命的调味师 并非只有苦涩 还有甘甜 淡雅和微苦 这些不同的滋味 正是来自于我们生命中的种种酸甜苦辣 正如茶叶在沸腾的水中悠然舒展 我们也在生活的滚滚洪流中 慢慢变得更加成熟 无论是成功的欢欣 还是失败的沉痛 都是生命调味的一部分 赋予我们更深刻的理解 生命的调味师同时也是大师 教导我们如何在各种状况下调整心情 就像泡茶的过程需要耐心等待 我们也需要学会在生活中的等待中保持冷静与和平 这种平和心境来自于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让我们更能从容地面对人生的风雨 而每一次冲泡的过程 都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茶叶在水中展现出自己的香气和风采 而我们在生活的熔炉中 也不断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 这种自我认知的提升 让我们更明确自己的目标与追求 成就更丰富的内涵 生命就像一场茶会 而我们就是自己生命的调味师 透过各种冲泡的经历 我们的内心得以提炼 生命的滋味变得更加丰富深刻 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个瞬间 都像泡茶的过程一样 保持心灵的平和 品味生命的美好 2.2沧桑的淬炼 水的温柔力量 在生命的长河中 沧桑的淬炼如同水的温柔力量一般 虽然柔软 却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场生命的旅程 就像一条河流不断地奔流而过 磨砺着每一块砂石 也磨炼着我们的内心 水是那种看似柔软的存在 却在悄无声息中影响一切 正如人生中的沧桑经历 它们或许是一场失败 一次别离 亦或是一段挫折 这些磨难如同水流一样 纵横交错 形成了我们性格的曲线 沧桑并非一场毫无意义的折磨 相反的 它是一种淬炼 一种水的温柔力量 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革命 每一次的起伏 都在潜移默化中 使我们变得更加坚韧 水虽柔软 但它在长时间的作用下 能够刻划出峭壁 流淌出深谷 这正如我们在岁月的沉淀中 逐渐铸造出内心的坚强 生活中的苦乐难免 就像水的起伏不断 然而 正是这种沧桑的淬炼 让我们学会接纳 学会坚持 水流不息 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变化 像水一样灵活而坚定 水的温柔力量 同时也体现在 其能捷径一切的特性 就像我们在经历过 种种困难后 心灵也变得更纯净 这种纯净并非空洞 而是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对于价值的重新认知 因此 沧桑的淬炼 是我们成长中的宝贵赠品 正因为有了水的柔软 我们才能够承受生活的风霜与雪 正因为有了水的淬炼 我们的灵魂才能变得更加刚毅 让我们在沧桑的淬炼中 像水一样 保持着温柔 却不失坚韧的力量 让生命的每一刻 都如水一样流淌住 充满着智慧与灵性的光辉 2.3茶有苦变干 生命的奇迹 在生命的旅程中 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一些奇迹 就如同茶有苦变干一般 这种转变的魔法 就如同水的力量 能够将苦涩的茶叶 转化为令人陶醉的香甜 生命中的奇迹 也常在苦难中展现 这正是我们从挫折和痛苦中 寻找到的甘甜之处 过程中 我们领悟到 不经历苦难 我们将难以品味生命的真谛 一念苦 一念甜 转个念就是希望的开始 人生就像一杯茶 有时候会带来苦涩的滋味 这些苦难 可能来自各种各样的原因 失败 挫折 别离 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挑战 然而 正如废水能够改变茶叶的风味一般 我们也能够透过面对困难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苦难并非绝境 而是一个转折点 一个能够塑造我们性格的机会 当我们像废水一样面对生命的热情和挑战时 我们开始意识到 茶叶在水中的浸泡并非毫无意义 它是一场改变 一场寻找平衡的旅程 同样 生命中的苦难也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是一种淬炼 使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和有深度 正如茶叶透过废水的魔力 而转变为芳香的饮料 我们也能够在苦难中 找到生命的真正价值 一杯好茶需要时间的沉淀 生命中的奇迹也需要我们耐心等待 苦难带来的不只是痛苦 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和重新评估 我们在苦难中学到的不只是忍耐 还有更深刻的智慧和灵性的成长 这种转变 就像茶叶在废水中悄悄发生的化学变化一样 是一种内在的提升和升华 生活中的苦难并非我们的终点 而是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途径 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变化 就像品味一杯茶的过程一样 每一次的沉淀都是一次淬炼 每一次的转变都是一次生化 茶油苦变干的过程 就是一场生命中的奇迹 一场寻找内心平静与生命真谛的旅程 因此 让我们学习从苦难中寻找甘甜 从挫折中找到转机 就像水能够让茶油苦变干一样 我们也能够透过对生命的热爱和坚持 让每一次的挑战都成为我们成长的奇迹 生命中的奇迹就在于这种转变的力量 让我们在每一个苦涩的瞬间中 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 第三章 一念之间 希望的力量 在人生的旅程中 希望犹如一盏明灯 照亮前方的未知道路 使我们能够勇敢前进 希望 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力量 是生命中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 这种微妙而强大的情感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瞬间 一念之间 就能改变整个生命轨迹 希望是一种对未来的信仰 也是对美好事物的期待 它不仅存在于顺境之中 更是在逆境时 展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生活中的挫折和困境 经常令人感到无助和迷茫 但正是在这些时刻 希望的种子 可能在心灵深处悄悄生根 一念之间 或许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或许是在人生的低谷 我们突然间意识到 无论前路如何曲折 无论眼前的黑暗有多深 希望始终存在 这一念之间的转变 彭腐打开了心灵的一扇窗户 让阳光洒落在灰暗的日子里 这是一个心灵的转折点 是一种对生活的重新认知 希望的力量 能激励人们勇敢面对逆境 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人们拥有了希望 他们就像拥有了一把破解困难的钥匙 即使前方充满艰辛 也能够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这种力量让人能够超越自己的极限 挑战生命中的各种艰辛 希望的种子 也在人际关系中发芽 生长 当我们给予他人希望 同时也在自己心灵深处 灌注着温暖的力量 分享希望 不仅让人感受到温情与支持 也在不知不觉中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建构起一座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然而 希望并非只是一种心灵寄托 更是一种行动的起点 在一念之间拥抱希望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努力实现这种期望 这可能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需要战胜种种困难 但正是这种奋斗 让希望不再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成为现实中的光芒 希望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一念之间 我们能够打开心灵的大门 迎接生命中的种种可能 让我们永远怀抱住希望 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 也能照亮前进的路途 激励自己不断奋斗 勇敢前进 希望 是生命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也是我们生存的动力所在 三点一一念苦 生命的转列点 生命如同一条波涛汹涌的江河 时而平静 时而波澜壮阔 然而 在这广袤的人生旅途中 每个人都会遭遇一个或多个苦难的转折点 这些转折点 就像生命中的里程碑 标志住我们从此改变 成长的时刻 当逆境来临 当一念苦凝结成现实的瞬间 我们会深刻感受到生命的变化 这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失败 难以承受的别离 亦或是身体的疾病与痛苦 这样的一念苦 彭扶是一把利剑 深深地刺进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无声的痛苦中挣扎 然而 正是这种苦难 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催化剂 在逆境中 我们学会如何坚持 如何在困难中找到前进的力量 这一念苦 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使我们更加坚韧 成熟 就像铸造钢铁 需要经历高温的运动一般 生命的转折点也是一种淬炼 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坚强 在逆境中 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的一切 当生命进入黑暗的隧道时 我们才发现光明的珍贵 这一念苦 让我们重新解释自己的价值观 懂得感恩生命中的美好 或许在这一段艰难的历程中 我们找到了更真实的自己 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然而 一念苦并非只是带来痛苦与挑战 它同时也是重生的契机 在面对苦难时 我们可能会找到新的方向 新的可能性 这一念苦 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多元性 它不仅是一场考验 更是一次深度的思考与重新定义 生命中的一念苦 是我们成长的见证者 也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动力 也是我们品味幸福的基石 当我们走出这段苦难的岁月 或许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坚强 更懂得珍惜 因为正是在一念苦的时刻 我们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重新点燃了心灵的火焰 生命的转折点并非选择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 这一念苦 让我们不再畏惧困难 而是学会在逆境中奋力前进 因为在生命的曲折中 一念苦成就了我们更坚韧 更深邃的人生 3.2一念甜 生命的转机 在生命的旅途中 我们都曾经历过风雨飘摇的时刻 彭腐迷失在苦难的漩涡之中 然而 正是在这些挫折和困境中 我们才有机会找到一念甜的种子 这种甜美的转机 让我们重新燃起对生命的热爱 生命往往是一场不断变换的冒险 而苦难似乎是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当我们深陷困境时 常常感到绝望和无助 彭腐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阴霾之下 然而 正是在这种黑暗中 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一丝微弱的光芒 那就是一念甜的出现 一念甜并非来自外在的顺遂和成功 而是一种内在的转变 是对生命的重新诠释 当我们能够从苦难中走出 看到生命中的一点甜美时 这就是一念甜的开始 或许是一个微笑 一份感激 或是对人生的新一层理解 这种转变不仅带来心灵的解脱 更是一场内在力量的觉醒 生命中的一念甜是一个转折点 让我们重新定义对困境的看法 它教会我们从挫折中学习 从失败中成长 这种转机让我们看见生命中无尽的可能性 为未来充满信心 或许曾经的苦难是一场考验 一场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更有智慧的考验 每一次走出苦难的过程都是一种修炼 一种对生命的深度体悟 一念甜让我们学会感恩 因为正是透过苦难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幸福的价值 它教导我们懂得珍惜每一个当下 因为生命中的美好可能随时在我们身边 只等着我们去发现 因此 让我们在每一次困境面前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寻找那一点微光 让它引领我们走向一念甜的方向 生命的转机在于我们是否能从中汲取力量 重新点燃对生命的热情 无论风雨前行 一念甜都将成为我们坚强的支柱 让我们更加坚信 生命的旅途中处处皆甜 三点三转个念就是希望 生命的奇迹时刻 生命中充满着各种挑战和困境 这些瞬息万变的状况 时刻提醒着我们生命的不确定性 然而当我们面对这些逆境时 我们能够转舍一念之间 或许就是启动希望的奇迹时刻 在人生的长河中 我们总是不断地遭遇种种考验 这些困难有时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 但也正是这些瞬息万变的境遇 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转个念就是寻找希望的契机 是人生的奇迹时刻 当我们置身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时 或许可以试着改变我们的思维 逆境中 转舍困境的念头 就如同打开了通往希望之门的钥匙 看到事物的正面 意味着我们要学习 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面对问题 而这种转变思维的力量 往往是我们迎接挑战的最大武器 生命中的奇迹时刻 并非遥不可及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改变 勇敢面对困境 就能够发现希望的微光 这种微光或许在于 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或在于重新诠释生命的意义 逆境中的转舍念头 是我们寻找内在力量 坚持信念的起点 希望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行动的结果 转舍困境 就是在困难中寻找解脱的方向 适用心灵的智慧 去面对种种挑战 当我们怀抱住希望的信念时 生命中的奇迹时刻 并会如期而至 让我们学会在风雨中 保持一颗怀抱希望的心 即便面临在大的挑战 只要转舍一念 我们就能够发现生命中的奇迹时刻 希望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前行的路途 让我们共同迎向生命中 更多的奇迹与可能 简语 茶水人生 从苦涩到甘甜 茶水人生 就如同一场奇妙的冒险 从苦涩到甘甜 每一步都是生命的轨迹 生活的苦涩 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而水的力量 则让我们从中找到转变和希望 在这茶水人生中 让我们珍惜每一刻 品味生命的滋味 期盼未来的茶水更加浓郁 更加甘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